其实老花是白内障第一个症状 老花是指我们眼睛这个晶体慢慢去弹性 因为当我们看不同距离的时候 其实要靠这个晶体去变形 去帮助焦点投射在我们视膜上 老花就是说随着大概40岁到开始 这个晶体慢慢失去弹性 而令到患者不能把焦点投射到视膜上 当他看近距离的时候 所以多数出现老花的时候 患者看近距离会开始看得有点头痛 眼有点尺 甚至看不到 会拿东西越来越远去看 他才会看得清楚 这个其实是白内障第一个症状 所以其实老花和白内障好像是两兄弟 他两个都在讲晶体上的问题 所以其实做了这个晶体的手术 或者白内障手术 亦都可以同时处理老花这个问题 处理老花的问题 当然最简单就是戴老花眼镜 或者漸净色的眼镜 但是我们做白内障的时候 我们会放一个人工晶体进去 由于这个人工晶体放进去 这个人工晶体是不需要更换的 所以患者其实做了白内障的时候 他不单止将来白内障不会复发 他的老花亦都可以同一时间跟着 刚才我也有提及过一种多焦距的人工晶体 它是可以令患者远中近也看得清晰 但是他有机会出现一些问题 就是一些圆光的问题 但是现在用这种增强型的单焦点人工晶体 其实我们透过这个晶体的度数 我们可以将焦点放在不同距离 其中一个做法 我们就叫做护眼补吸法 什么意思呢 我们有两只眼 一只每个人一只眼是一只主力眼 好像我们右手用右手一样 有些人是右边是主力眼 有些人是左边主力眼 没所谓 做法就是一只眼 主力眼我们将距离的焦点放在很远 另外一只眼非主力眼我们将焦点拉近一点 由于这些增强型的单焦人工晶体 它的景深比较长一点 所以其实他看远的时候 他用主力眼 如果单起一只眼来看 他看远和中距离 他看得很清楚 非主力眼如果我将焦点拉近一点 他会看电话 电脑这些距离看得清楚 而我们日常生活 绝大部分的时间 都是两只眼一起抹大 所以两只眼睛抹大的时候 这两只眼就会互给大家 所以远中近 其实患者都要看得很清楚 所以透过这些增强型的单焦人工晶体 患者都可以摆脱老化这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